在韩国靖阳村 村民们偶然间挖出一个佛头 村长还以为这是上天赐给村子的宝物 可没想到佛头却是一个不祥之物 当村民们看到佛头的双眼后 大家就瞬间失去理智开始互相残杀 犹如丧尸一般 此时整个靖阳村也被大雾笼罩 为了能活命 幸存下来的村民只能不停地寻找新的避难所 大家手牵着手在大雾中摸索前进 由于看不清周围的情况 大家根本无法及时躲避发疯的人 这期间不知死了多少村民 好在没多久 村长就带领大家找到了一辆大巴车 然而就在众人准备开车逃离村子时 其中一个小伙却突然发现 司机似乎有些不对劲 他凑上前一看 没想到司机也发生了变异 眼看大巴车就要和对面的车厢撞 小伙一把将方向盘扭转 强大的惯性使大巴车瞬间侧翻在地 很快车上的人都开始发生了变异 因为大家都曾与那佛头对视过 此时受到蛊惑的众人也开始互相残杀 到处喷溅的血浆 没一会大巴车那边没了动静 刚才与大巴车差点相撞的人 正是赶来救援的警察局长和男主 局长想要下车救人 可男主却表示要赶紧处理那颗佛头 不然还会有人受害 路上男主接到了寺庙打来的电话 方丈表示他们找到了对付鬼佛的方法 只要把鬼佛的双眼遮住 然后再由他们对鬼佛诵经抄斗 这样鬼佛就无法施展他的诅咒了 佛头之所以可以蛊惑人心 是因为曾经有个冤魂附在了佛头上 为了不让冤魂祸害人间 所以佛头就被寺庙埋进了地下 并用藏文符咒将其封印 可谁知 却被静阳村的村民挖了出来 这才酿成大火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展览馆 男主叮嘱局长 待会进去后千万不要与佛头的眼睛对视 说完便一脚油门冲了进去 还好两人没有受伤 此时男主死死紧闭双眼 生怕与佛头对视 可没想到 局长却睁大眼睛看向了佛头 显然他受到了鬼佛的迷糊 局长不想连累男主 趁着自己还尚存意识 于是赶紧朝外面走去 男主管不了这么多了 只见他拿出报纸摸索着将鬼佛的眼睛盖住 与此同时 寺庙里的方丈也开始诵经超度 将鬼佛的眼睛盖住后 男主又写下封印的符咒 然而就在这时 佛头瞬间就陷入了地上 此时被鬼佛迷惑的人也终于清醒过来 至此 这场人间浩劫终于平息